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另外一个能力学 叫做德性能力学 其实就是亚里斯多德的能力学 这个也被称为古典的能力学 我们知道现代的道德哲学 它的关注的焦点是在于如何做好事 或者如何把事情做好 而古典的道德哲学 它的关注焦点在于如何成为好人 这个是最根本的差异 在现代的道德哲学当中 公立主义能力学认为好事 就是能够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康德主义能力学认为好事 就是能够遵从普遍的义务 并把人作为目的来看待 由于落脚点在于把事情做好 做正当 所以现代道德哲学 更加的在意在具体的处境之下 怎么有效的解决道德的困境 那我们之前讲过 一个道德的标准 必须结合道德的事实 才能形成道德的判断 但是道德的事实本身 往往是充满争议的 另外 道德的标准之间 也可能发生冲突 就像不得说谎 和不得杀人之间的冲突一样 那么基于这种情况 现代的道德哲学 就发展出各种精致的道德决移术 记住这个关键词 叫做决移术 决移术 就是致力于基于具体的个案 做出妥当的推理和判断 那么为了解决道德问题 什么功利论 义务论 契约论 关怀论 都仅仅成为了论证的功绩 相当于我要解决问题的理论功绩 为了让大家 对道德结衣术 有更形象的理解 我们来看 一个所罗门 事断亲子案的故事 所罗门我们知道 是圣经里面所称的 一个著迷的智者 以色列的王 两个妇女都声称 自己是一个 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的母亲 双方争执不休 起诉到所罗门王面前 求他做出公正的决断 原来这两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 他们都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不幸的是 其中一个妇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压死了自己的孩子 于是他半夜偷偷的把另外一个妇女的孩子抱走 把他死去的孩子放到对方的被窝里 两人都对所罗门王说 那个孩子 活着的孩子才是我的 死去的孩子是对方的 所罗门王听到双方的陈述以后 就说道 拿刀来 将这个活的孩子辟成两半 一半给那个妇人 一半给这个妇人 活孩子的母亲 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感到着急 赶紧说 求我的主 将活孩子给那个妇人吧 万不可杀他 另外一个妇人则说 这孩子也不归我 也不归你 把他辟了吧 这才公平 所罗门一看 两个人不同的反应 立刻做出了准确的名单 把孩子归给了他真正的母亲 这个案子大家都听说过了 是吧 那么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 他没有证据 没有证人 在当时的环境下 也无法做DNA的亲子鉴定 所以在当时在事实上 它是一个疑难案件 所罗门做出了英明的裁决 所罗门的断案原则 主要是基于关怀能力学 一个母亲跟自己的孩子 有着最亲密的关系 所以在危机的时刻 它会爆发出不惜一切 代价保护孩子的本能 同样 无论从尊重生命的角度 就是康德主义 还是从幸福目标的角度 就是公理主义 所罗门的这个裁决 也是震荡的 所罗门既有基本的道德良知 又有高超的实践智慧 它恰当的运用了决疑术 但是这个案子主要还是事实争议 其实这个案子在道德上的分析并不大 所以从伦理层面 所罗门的这个案子 并不算是复杂案件 需要道德决疑的案件 往往是那些事实比较清楚 但是道德的选择 却极为艰难的情形 比如说你该不该控告自己的犯罪的父亲 该不该堕胎 该不该对恐怖分子行性逼供等等 这些事实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在道德上引起了太大的争议 在不同的处境之下 采取的道德行动可能是大不一样的 不同的行动者也都会应用道德决一术 为自己的选择做出辩护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现代道德哲学 很有可能陷于对具体的事件和行动的辩驳当中 而遗忘了在行动和事件当中行动的道德主体 遗忘了道德的核心 仍然是如何塑造具有品格的人 因此很多哲学家就认为 当代道德哲学已经破产 应该回到压里士多德的德性能理学的思考方式 也就是从关注行动回归到关注人的品格 过上好生活的前提应该是成为一个好人 用伊丽莎白·安斯科姆的说法 现代道德哲学已经被误导 因为它依赖的是不容贯的 没有立法者的法的观念 也就是说光有各种道德规范和正当行动是不够的 使得这些东西统一起来的是那个立法者本身 也就是人本身 因此美德伦理学再一次登上了中心的舞台 压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virtue是值得赞扬的品质 他对拥有他的人有好处 对其他的人也有好处 一个有德性的人获得了一种在特定情况下 以特定的方式行动的倾向 习惯于以一种有德性的方式行动的人 就是好人 他们所过的生活也是好的生活 压里士多德发现所有的存在者 都是为了某种终极的目的而存在的 这种终极的目的不再是实现别的目的的手段 而是因其赐身而具有内在价值 或者说这种终极目的就成为了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图特的规定性 比如说总之的目的是树木 总之只有成长为参天大树 才算是完成了自己 实现了自己 而对于人来说 当人把自己独特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人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或者说人就成为了真正的人 所谓的好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人类的功能 发挥得最好的人 按照压里士多德的看法 人的独特的功能是什么 是理性能力 植物只有为了生存而吸收营养的功能 动物在吸收营养之外 还有感知事物的功能 但是人在吸收营养和感知事物之外 还有理性思考的功能 充分发挥人的理性能力 就能够实现人的终极目的 至善 所以人本质上是道德性的存在 其实最新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下面有关道德的孩子的一个测试和考察 很多人认为道德是后天习得的 而非先天固有的 比如说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发展心理学家认为 孩子是从父母那里习得道德的 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 他们就相信什么是对的 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 这种关于道德发展的理念是错误的 布朗大学的威廉·达蒙 他的研究是 即使一个很小的孩子也似乎有是非感 而且这种是非感是不依赖于父母的教诲的 达蒙为幼儿园的孩子涉及了一些实验 他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对他的问题给出了类似的回答 比如说问他们为什么要在朋友之间分享玩具和糖果 回答基本有两类 一 如果我不和他分享的话 他就不和我玩了 二 如果我不和他分享的话 那我就伤害他了 他们显然有互惠意识和共情感 达蒙接下来问 如果你的妈妈或者老师告诉你 不要和小朋友分享午餐和糖果会怎么样 孩子会回答说 这是不对的 不公平的 无论如何 我要和他分享 达蒙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 认为孩子们天生就自然的倾向于做道德的事情 这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但又独特的东西 不过这种倾向是需要培养才能健康发展的 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 很多人并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 从而无法使自己成为完整的道德存在 如果你不应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的话 你就没有实现你的全部的潜能 并且你会错失人类所获得的最大的善 人的理性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理智德性 一个是道德德性 理智德性包括智慧 理解力 创造力 好奇心 等等特质 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真理 道德德性包括勇敢 温和 友善 绝质 慷慨 正义 等等特质 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美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一种习惯 也就是稳定的品性 而且这些美德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 不羁和过度都是恶德品质 比如说勇敢 是脚落和鲁莽之间的平衡 温和是麻木与异怒之间的平衡 慷慨是吝啬与挥霍之间的平衡 友善是乖丽与缠媒之间的平衡 义愤是恶意与嫉妒之间的平衡 自治是麻木与放纵之间的平衡 等等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它的第一个问题是 不同的德性只代表人格的某一个方面 拥有片面的德性 并不能证明一个人是完整的道德统一体 比如说有些种族主义者或者恐怖主义者 他们本身也具有勇敢自治等德性 但他们显然不是好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的第二个问题是 哪怕一个人是有德性的好人 但是在解决能力困境方面 他仍然要么采用功利主义的方式 要么采用康德主义的方式 要么是关怀能力学的方式 当然 一个真正有品格的人 他可能会像所罗门那样 他具有高超的实践智慧 知道应用反思性的平衡 来具体解决道德的难题 德性论的第三个问题在于 美德对于每个人而言 也许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某一系列的品格 并非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值得欲求的 不同的人的美德要求是不同的 因为人们的生活不一样 个性不一样 担当的社会角色也不一样 所以有助于他们发展的 更好的品格也不一样 更进一步 一个社会的美德也可能不同于另外一个社会的美德 毕竟个人所拥有的生活类型取决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当然人类的确已存在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价值 不过这些价值体现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会 它的重点和内涵仍然会有差别 比如说我们看到哪里发生灾难的 那么如果一个普通人他流出了眼泪 我们说这个人他有同情的美德 但是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他一见到灾难老是哭 但是不解决问题 我们会认为他并不具有统治者应该具有的德性 所以说尽管德性能力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这种能力学 它的立足点是好人的概念 而不是好行为的概念 他扣问我们首先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 而非沉浸于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正是这一点使得德性能力学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也不断的提醒我们 道德的根本宗旨在于生命品格的锤炼和塑造 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要丧失对做完整统一的好人的追求 在这方面 苏格拉底可谓是真正的典范 我简单的总结一下苏格拉底的美德 在古典时期的四大美德 智慧 勇敢 节制 正义 在苏格拉底身上都有完美的体现 苏格拉底致力于做雅典的流盟 刺激雅典崛起 却被诬告为败坏青年和崇拜新神 而被判处死刑 在法庭的最后生病中 苏格拉底说 任何事情都不能伤害一个好人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 诸神不会对好人的命令无动于衷 苏格拉底坚持宁愿受冤枉 也不冤枉人 当他在监狱等待执行死刑的期间 他的学生间朋友克利同打算营救他 而雅典当局也默许他逃走 但苏格拉底坚定的接受死刑 他说重要的事不是活着 而是要活得好 人绝不可以做错事 以恶还恶 德性跟知识不可分隔 行动是否正当 要经得起理性的拷问 逃离雅典虽然暂时保命 却辜负了雅典的栽培 撕毁了与城邦的契约 破坏了法律的权威 他说 我从小就生活在雅典 享受着公民的权益 从来没有离开过雅典 即使在受审判的时候 我也不曾选择自我放逐 但是我今天却想在法庭做出判决以后 偷偷的离开城邦 这样是对我以往的言行的否定 我自己一生都在与人探讨尊德性 重公义 到头来却苟且偷生 这不仅让孩子蒙羞 令朋友受辱 更是对人性尊严的极大亵渎 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以自己不抑制 苏格拉底最终镇定地喝下毒酒 黯然死去 他呈现了德性 活出了美好丰富的生命 这是我对苏格拉底的德性 生命的总结 我们当然不可能做到像苏格拉底那样 毕竟我们是平凡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以平凡为借口 而去选择做平庸的不道德的生活 平凡人也有权力 有能力 并且有责任 活出属人的高贵 这种高贵不是说我要超越别人 而是说 我们要与自己身上的堕落的力量相对抗 要与自己保持一致 要做一个有德性的好人 如果没有好人的标准和追求 而试图去解决人类不断遇到的各种道德困境 那无异于头痛一头脚疼一脚 最终会发现原来人才是最大的问题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 我们发现了德性能力学的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对人性过于自信的一种假设 苏格拉底很伟大 但是苏格拉底为什么我们学不来 做不到 原因就在于道德完美主义 其实是不可能的 而且苏格拉底也恰恰因为他的德性的完美 而显得骄傲和不近人情 在《波拉图的理想国第二卷》当中 格劳孔通过一个思想实验 从人性的幽暗脆弱和败坏的歧视的角度 对苏格拉底的德性观提出了深刻的挑战 这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做骨骼斯的戒指 骨骼斯是一个牧羊人 他在一个地震形成的大裂口当中 发现了一具尸体 手上戴着一只魔法戒指 把戒指向内转 人就隐形 向外转 人就现行 这个骨骼斯 他就用这个戒指进入了王宫 引用了王后 谋害了国王 夺取了王位 格劳孔问 假设现在有两枚这样的戒指 一个给了有德性的人 一个给了不法之徒 结果会如何呢 毫无疑问 那个不法之徒将会用这个戒指去作恶 但是 那个有德性的人会怎么做呢 格劳孔认为 当一个人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想和谁睡觉就和谁睡觉 想杀谁就杀谁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受到惩罚 处在这种无所不能的状态 正义者和不正义者不会有质的区别 他们都会同样做出邪恶的行为 这是这个思想实验 这个思想实验说明 哪怕是有德性的人 最终都会败坏下去 面对这种魔界的诱惑 正义的人也终将滑向不正义的深渊 我想这一描述更加的符合人性的现实 这个思想实验 虽然并没有让我们放弃对德性的追求 但是却足以让我们认识到 德性伦理学的缺陷 道德建设的前提在于 既要相信人性有变好的可能 也必须对人性充满怀疑 也就是要对人性的软弱 有清醒的认识 德性和义务并不冲突 而是互补的理解道德的进入 没有德性的义务是盲目和绝望的 没有义务的德性是空洞和危险的 不能说你是有德性的好人 你就有权利超越道德 或者说你的行为就能够代表道德 反之你也必须在服从道德规范的义务当中 在具体的反思性的平衡的选择当中 证明自己是有德性的好人 好 这期课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